3月11日,英达在长安街兰会所,于昔日翘江南总裁张兰,美国华业脱口秀孝星,美美崔哥,共进晚餐,把酒画家常。 期间,英达首次通过手机直播,澄清了洗钱风波,表示,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,应该说这次灾了,但也不像媒体所渲染的那样,那是把老鼠说成了大象。 还回忆了于前期宋丹丹所遇的大儿子巴图的往事,夸赞了如今小儿子英如迪在冰球领域的成绩。 崔哥和张兰为大家盘点了美国各种看不见的雷,张兰特地强调,我们国人出去,千万别心存侥幸,要遵纪守法。